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到台湾来看孩子好了 对此S妈对台媒称 应该是汪小菲来台北看小孩 那她就自己来台湾待呀 汪小菲爱小孩吗 她有为小孩着想吗 现在很多人确诊 应该是她来台北看小孩才对 针对汪小菲说 张盈盈救过她两次命 她不能辜负她有好的就结婚吧 既然她是你的恩 人你为啥不赶快结婚 维护就俊叶怒对汪小菲不正常 她说老的小的只要有事就波及到我 也不是我结婚离婚一天到晚烦我 要不是我休养好 我这条老命不知道要被气死几次 1月8日 汪小菲直播间怒对前妻大S 以为寒假已经来临 大S的律师告诉她 孩子们不能回北京过年 这让一向比较冲动的汪小菲 暴跳如雷粗口不断 知道直播间被风产消停 而一向说王小菲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婿的S妈 也终于撕下了伪善面具 怒对王小菲如果真的爱孩子 就到台北来探望孩子啊 说她王小菲不正常 她要是个正常的人 我现在肯定跟她聊 网友建议王小菲一直在公共平台叫嚣 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应该找一支专业的律师团队 因为汪小 小菲这次的发飙又引来网友的一阵热议 而大S一家又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从靠着汪小菲来养自己一家养具军业 到不让汪小菲看孩子 大S的口碑可谓是已经跌到了谷底 被舆论丝的粉碎了 大S的口碑已经崩盘 被王小菲这样一扇风点火 大S一家又不得安宁了 而针对这个问题 S妈直接怒对王小菲 是真的为了孩子着想吗 那么多人确诊 要是真的为了孩子好 就应该来台湾看孩子 更加不应该让孩子去北京 这一点就是为了孩子好 这一点让王小菲哑口无言了 真的为了孩子好 孩子的健康第一 其次 大S妈妈回应了王小菲的现在感情 既然有那么好的恩人 直接就去结婚吧 给人家一个名分 看起来现在的王小菲 在大S妈妈眼里已经变的 一问不值了 人家不屑 到最后大S妈妈为了力挺绿俊叶 说季俊叶在台湾没有犯罪 他就有工作 没犯罪 为啥要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呢 为了互独自 大S妈妈还怒骂王小菲不正常 所以说不想跟这样的人说 不想回应这样的问题 这翻脸比翻书还看 依据他不正常 直接将王小菲撕的粉碎 人心呢是最琢磨不透的 之前说自己多么喜欢王小菲 一天到晚飞儿飞儿寒得肉麻兮兮的 肥儿啊我好爱你呀 挂在嘴边的是他说什么 我都原谅他都离婚了 还说要把王小菲当亲生儿子 毕竟他是两个孙子孙女的爸爸 如今却说他不正常 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依据他不正常 直接把王小菲撕的粉碎 关于王小菲大S这两家 到今天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 本来已经没有什么浪花了 快翻遍了 却偏偏在王小菲收到大S律师函之后 又因为王小菲直播间发飙怒骂大S一家冲上了热搜 而妈也对这个事情做出了快速的回应 这次直接开骂王小菲不正常 不可理喻 可谓是互独自专家了 而王小菲也第一次直呼S妈的姓名黄春梅 王小菲学着S妈的口吻 菲呀我好爱你哦 但是私下却做着最狠的事情 在大S与王小菲刚离婚不久 S妈与王小菲关系还不错 两个人时常还有联系 并鼓励王小菲再婚 喊价已经开始 小月儿与小玲玲能否回北京过年 依然是个未知数 赖玉芳律师是个狠角色 她说孩子们不来北京 想必有逼一生的把握 王小菲怒骂赖玉芳不是好东 东西最爱挑拨是非 假装女权主义的人 大S被折磨的也不轻 精神状态不及往日 王小菲也疯狂了 还是好好协商吧 在王小菲和大S的闹剧风波中 大S一直牵制于王小菲 也能看出王小菲这个人汉后直白 没有心机 尽管如此 王小菲并不是傻 还是能够明辨是非的 王小菲以为今年能够过个好年 但是没想到的是 大S又反悔了 不让孩子回北京过年 还用疫情作为借口 以此来搪塞王小菲 就在王小菲爆料的正直播 带进骂的痛快的时候 直播间就被封了 其中肯定有人操作 害怕王小菲说出一些更劲爆的信息 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去阻止她 至于后期王小菲还会不会曝光出更大的瓜 那么就看大S怎么做了 王小菲在谈到张云音时充满柔情 表示自己也得了新冠 而且当时很难受 独自一人无人照顾 由于失眠再加上行官的各种症状 王小菲吃了一片安眠药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己就晕倒了 还碰到了头 等自己醒来发现流血了 就给张云音发私信 好在张云音找到了自己 并送到了医院 采救了自己一命 据王小菲表示 当时流了大概有一公斤的血 如果没有张云音及时赶到 自己应该就没命了 生死关头 第一个想到的是张云音 可见张云音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是沉甸甸的 这也让王小菲认定 张云音才是自己 所要陪伴一生的人 如今在王小菲的眼中 不管是跟谁反对 以后肯定会和张云音结婚生子 除非张云音主动和自己分手 否则哪怕全是 反对她也不在乎 之所以和张云音谈了四年一直不婚 是因为一直放不下一家团圆的执念 现在她终于看清大S 对自己没有感情 只有利用 况且大S的年纪都可以当张云莹的妈妈了 自己后退一步 可谓是海阔天空 可能真的会更加幸福 所以现在也到了给张云莹名分的时候了 并且有消息说张兰都改变态度 接受张云莹了 希望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 王小菲事业家庭双丰收 手的云开见月明 大S起诉王小菲为旅行离婚协议 支付相关费用 而王小菲也毫不示弱 直接晒出了大S的日常支出 一年居然高达九百多万人民币 此事一出可谓是众说纷纭 争议也随之而来 有的人选择站边王小菲 有的人则利挺大S一时间炒得不可开交 在站边王小菲的人看来 如果大S一旧单身 王小菲承担其的日常开支 在感情上还算是说得过去 可是如今大S已经再婚了 让前夫出钱养再婚的前妻 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况且大S的花销实在是太高了 即使是赡养 也不应该是大S花了多少 王小菲就保销多少吧 对挺大S的人则不这么看 认为既然签了离婚协议 不论合理与否 王小菲皆必须履行义务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 王小菲和大S的离婚协议 外界尚不清楚具体内容已常理得知 其中著名大S即便是在婚了 王小菲也要承担起日常开支的可能性 维护其微 毕竟谁都不傻 有意思的是 看到有网友借机痛斥国内的大环境 理由是国外离婚时 男方都要向女方支付赡养费 琢磨了一下 国内也是如此的话 估计结婚率又要大幅下降了 起码部分人会向大S看齐 绞尽脑汁的到处掐尖 结婚再离婚 就可以一生衣食无忧了 而且还是锦衣运食 当然了 还有的人说王小菲有婚外情 理应补偿大S对于这件事 作为旁观者也没有真凭实据 故而不便断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